防弹少年团成员普志明因身体状况缺席了英国脱口秀的录制 当日,防弹经纪公司Speak Fit方面通过官方推特公布了这一消息 表示防弹少年团成员普志明将缺席原定于今一日 进行录制的英国脱口秀PT Graham Norton Show 通告中指出 朴志明从录制前一天早上起 颈部和背部就有严重的肌肉僵硬疼痛的感觉 随后进行了治疗 虽然也想要前往电视台参加节目录制 但由于身体状况前加 最终决定不参加录制 再次我们真心向期待防弹这期节目的各位粉丝致歉 直到消息后的粉丝也纷纷表达了对他的关心 最近也是丰普志明的生日 15日就韩国红十字会消息 为纪念普志明24岁的生日 750多名粉丝参加了从上个月14日到本月13日一个月的时间里进行的线写接力企划 最终除不适合人员之外 共计585名粉丝完成献血 同时 粉丝们还为献血者们赠送了2000多建计面品 韩国红十字会首尔中央设计院方面表示 感谢参加企划的普志明粉丝们对献血文化的传播 并感谢他们健康的捐赠 将为平志明送上感谢状 据媒体报道 防弹少年团出演 了英国IPTV早安秀节目了 这也是组合GPBC Graham Norton Show之后参加的第二个节目 韩国时间一 4日下午 节目采访主持人Dan Wharton 通过SNS上传 和他与防弹少年团的采访照片并介绍到 组合再没有在英国出道的情况 像是两次的ORA内公演门票秀请 带来了K-POP风暴 安妮可以和披头是乐队的粉丝们相提议论 除此之外 少女时代成员陈玉莉 此前也身体不适 因即兴肠颜取消了人生酒馆节目录制 12日 据Spot Square一按独家取材报道 少女时代成员有日于10日 与TVN一门节目 人生酒馆制作组方面联系 因患即兴肠颜 将无法参与6个小时后的节目录制 感谢录制嘉宾有Tiara 普笑名 Heart Signal 二嘉宾吴英珠 金强威 以及Yuri 因此节目录制时间将无限期延后 另外 由于节目特殊性需要饮酒 所以换即兴肠颜的Yuri 也是不得不取消录制 但是以照常参与之后的电台等形成 Yuri于10月4日 鞋歌人首张迷你专辑 The first thing 回归 专辑于当天韩国时间下午 六点在各大音源网站公开音源 此次专辑也是Yuri自出道以来 推出的首张solo专辑 总共包括了六首单曲 主打歌自为成名 Into You 将会全面带来余力自身的风格 但所幸的是如今 Yuri已经恢复了身体健康 也如期参加了各种打歌节目 为粉丝带来一系列的视听众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